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安 我們一起往心來祷告 今天的相對我們很感謝你 在你的日子祖的主日 你親自聚集了我們 在這裡一起敬拜你 讚美你 祝祝你寺給我們一顆虔誠 安靜 你的心 讓我們夠用這樣的心 來領受你的話語 讓講的一聽的 都能夠一起受到造就 我們這樣子同心祷告 都是奉主耶穌的名求 Amen 再一次跟大家說平安 平安 今天是公報社的文字事工主日 我是在公報社擔任英文編輯的 徐一體傳道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到永福教會 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 然後一方面也會 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公報社的事工 那我在公報社除了擔任 文字編輯以外 一部分還蠻重要的工作是 協助總會的不是的事工 那去年跟今年從3月到7月 總共有12個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 然後他們就來到台灣來接受宣教的培訓 那這個整個營會是10個月 我們通常想到營會可能就 去一個禮拜可能就已經很久了 可是這個培訓的營會它是10個月 然後5個月的時間在台灣 那我負責的工作就是帶著他們到 去神學會上課或者是去教會參觀 去一些非官方非政府機構 看看人家看看我們怎麼樣在做宣教的事工 然後因為是6個男生6個女生 然後加上我就是13個人 13個人一起然後5個月密集的相處 大家可以想像說 一開始就是像蜜月期一樣 那大家都好來好去也不會生氣 然後就講話都有客氣 但是到了第二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就開始會生活上 或是做事情上面 然後就發現說 欸我們怎麼這麼的不一樣 然後另外很不一樣 所以就開始會有一些小小的 姐弟就有嫌隙 其中有一個男生的學員 他就他很不高興 他說他覺得我偏心 然後偏心的理由是說 因為另外一個男生生病的時候 我有直接就親自帶他去醫院看醫生 然後他生病的時候 我拜託其他的單卡去 就是 就所以呢 然後 然後就小小的事情就是慢慢累積起來 然後就在我們那個團體裡面都開始產生裂痕 然後那個裂痕因為沒有 沒有好好的去處理 然後就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本來是一個愛的團體 還是一個開心的家 大家庭 然後慢慢就變成 每天又要去上課了 或是每天要玩倒的 然後心情就會很沉重 就會覺得 到底要怎麼辦 好我們常常在教會裡面我們說 我們要彼此相愛 然後我們要愛人如己 但是我們到底是怎麼樣在愛人如己 你們到底要怎麼樣來彼此相愛 你們到底要怎麼樣來彼此相愛 然後現在我想花十分鐘的時間 請每一個人找到另外一個人 請大家先起立 然後當你找到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你們去坐在一起然後坐下 你們去坐下 找到你的夥伴 然後跟他坐在一起坐下來 然後你如果看到還有人在一起的話 他就是還沒有夥伴 一起 兩個一起 然後當天嗎 大千 好 好 好 我不會要求你把你的帳戶 報拿給他就不用擔心 好 都找到了嗎 哎呦沒有人沒有 好棒的 好都找到了 好 好 現在你會需要分享兩件事情 第一個要分享的事情是 你最愛的人 這應該就很快就 就瞬間答案就有講 人 就是怎樣 要講耶穌不要 我們都愛耶穌 我們都愛上 我現在要分享的是 你生命當中的人 可能是親人 可能是朋友 可能是同學 可能是男女朋友 可能是先生或太太 你最愛的人 或是小孩 都可以 回答完第一個 就是你問你的我媽說 你最愛的人是誰 然後他講完後換你講 講完了 兩個都講完了以後 第二件事情是比較 重要的事情 好 想你比較愛的人 第二件事情是 你好愛的這個人 你最愛的這個人 他曾經怎麼樣傷害過敵 也許他不小心說了謊 也許他曾經 對你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 也許他曾經在你 捧著你的真心 要獻給他的時候 他可能那個時候 沒有接受你的真心 就是在你們 彼此相處的過程當中 他曾經在什麼樣子的情況之下 傷害了你 就是你這麼這麼愛的這個人 他一定有曾經做過一些事情 讓你覺得不開心 讓你覺得難過 讓你覺得傷心的 把這些事情 分享給你的夥伴你們 然後你講完以後話 你都能夥伴講 然後我們有十分鐘的時間 從現在開始 不行 我現在是沒有人 那個時候 你都不開心 打給你 然後我想就這樣 怎麼看 也許我真的 沒想到 還是你一回到 我來 還是你不想 還是你 幫我來 如果 要去 工作人員 就這樣 我要去 集團 我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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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個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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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學校一邊 如果還沒有分享完的學校禮拜之後 還有機會要去女主辦 還是學校 謝謝 要分享說 自己最愛的人怎麼樣 過去怎麼樣相害到自己 是不是很容易的 因為你是那麼愛 但是 在人生生命當中 在人生生命當中 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會去傷害到 也會被非常傷害到 今天我們讀的經文 是約翰一書 那我們如果要用一句話 來總結 都約翰一書信 就是約翰一書的出三句 然後用一句話來說明 它的重點其實很簡單 就是四個字 那他這個作者 他就先介紹說 上帝是光是生命的光 然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生命的光 所以我們都有認識上帝 然後我們認識上帝的人 我們生命會展現出上帝的光 這樣我們生命就會有意義 然後也可以看到 讓別人看到說 像我們的生命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那他強調說 與上帝之間的關係 最重要的就是愛 而且是彼此相害 有愛的地方 就有上帝就可以看到 生命的意義 那很有趣的是 大家手上有聖經嗎 有 請翻開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是我們還蠻熟的經文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翻到的人請一起來讀好嗎 預備請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誓言他們 教一切信他的 不知見華 反得永生 然後再翻到約翰一書 三章十六節 一樣是三章十六節 但是是約翰一書 翻到的嗎 好 預備請 主為我們舍命 我們從事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要當見弟兄舍命 好 我們把這兩節經文 擺在一起來看 一個是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一個是約翰一書的三章十六節 一個是約翰一書的三章十六節 很巧合的是他們都在講 其實都在講愛這件事情 然後約翰一書 他把人跟人之間的彼此相愛 建立在一個基礎 就是上帝是愛 如果我們沒有彼此相愛 如果你不願意為了我們 你的兄弟姊妹來獻上你的生命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跟其他的人 來見證說上帝是愛 那這一點就是約翰一書的作者 他要強調的事情 然後今天我們看了四章十六節 第一句話怎麼說的 他說 上帝愛我們的心 我們也知道也信 所以上帝愛的對象 是所有的人 不是只有愛好人 他也愛壞人 他想似與水給行善的人 他其實也想似與水給行惡的人 他沒有天堂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他並沒有說上帝只愛基督主 他是說上帝愛 上帝愛世人 上帝愛所有的人 當我們認識上帝的愛 那我們就是 我們生命當跟我上的一同在 那我們這些已經認識耶穌基督的人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對祂的愛 做出積極的回應 我們來到教會可能已經好幾年 可能剛剛來 但是也許我們都心裡知道說 我們要將這樣子的愛傳出去 甚至我們的腦袋也很清楚說 我們應該是要傳出去 可是我們的手我們的腳 就好像可能擺在那裡 每個禮拜來到教會的時候 都好 下個禮拜我要去做些什麼事情 來愛我們其他的弟兄姊妹 在我的職場上面為上帝做見證 可是我們常常會遇到很多阻礙 很多困難 然後我們中間就用台語說 然後等到禮拜六禮拜天 來到教會的時候 我們就重新充電 重新充滿熱誠 但是我們一出去的時候 我們又受傷了 我們又害怕了 我們又退下來 可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要一直提醒自己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把這樣子的愛傳揚出去 我們成為一個基督徒 不是自己光起來說 我可以得到拯救 我可以上天堂而討讚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要傳揚出去 分享給所有我們遇到的人 資料協調節繼續說 上帝就是愛 也住在愛裡面的人 就是住在上帝裡面 上帝也住在他裡面 上帝所呈現出來的愛 是不會改變的 我們人的愛有時候 會因為環境改變而變質 有的時候甚至就消失了 我在神學院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的男朋友關我一介 然後他也進去神學院讀書 後來他愛上他的同班同學 然後所以我們就分手了 然後後來他們就結婚了生小孩 然後現在也是就是很認真在 教會在一起 人的愛是會 因為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後就不見了 就變質了 可是上帝的愛是不會改變的 上帝永遠都愛我們 他不會說你今天髮型好 你來看我膨膨的 就我愛你了 他不會因為你今天犯了什麼大錯 然後他就拋棄你了 就拒絕你了 上帝不是這樣子的 當我們的人 展現出上帝的愛 那上帝就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看到其他的人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在他們的生命當中 看見上帝的形象 持續下去 4章17禁 他說 大家一起來聊 愛情完全就把拒罵出去 因為拒罵裡含著刑罰 拒罵的人在愛你會得完全 我們都知道 拒罵是什麼感覺 然後上帝這麼愛我們 然後我們又要回應他的愛 但是有時候我們真的會感到害怕 我們怕什麼 我們有時候會怕上帝生氣 我們有時候怕上帝不喜歡我們 我們有時候怕老闆不滿意 可能會把我敗了掉 我們有時候會怕家人對我們失望 到底我們工作順不順利 結了婚了沒 生了小孩了沒 到底你的生命 你的家人對你的期待 你有沒有達到 你們會害怕 我們也會害怕我們 講到不好笑 我們交不到朋友 我們會怕很多很多生命當中的事情 但是什麼時候 人才能夠真的不害怕 這一節經文就告訴我們 是在真正的愛裡面不會懼怕 真正的愛會讓人感到平安 有喜樂 你會覺得很安穩自在 但是一種虛假的愛 一種變質的愛 自私的愛 不真實的愛 會讓人家睡不著 會讓人家感到不安 上帝的愛是真實的愛 會產生極大的力量 這個力量是足以驅逐恐懼 大家有看過阿利波特嗎 阿利波特要把翠黃猴趕走的時候 他用了一個方法 他使了一個咒語 然後那個咒語發出來的光 是可以把所有那些 被黑暗吞噬的東西 把光帶進去展現出來 那些東西趕走的 真實的愛是可以把懼怕趕走的 會讓我們的內心感到你很平衡 很安全很喜樂 你跟我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的同工 我們領受祂的恩典 他透過耶穌基督拯救的恩典 讓每一個信祂的人知道 在祂裡面有平安 在祂裡面有喜賀 在祂裡面無需要害怕 他再邀請我們來成為祂的同工 參與祂拯救世間的這件事工 讓更多的人認識耶穌基督 讓更多的人享受祂那種無比的愛 在愛裡不再懼怕 耶穌基督就是上帝想賜給我們最大的福音 這個福音不是要讓我們自私享受的 是要傳出去的 要分享給眾人的 有一本書叫做愛的藝術 是一個心理學家寫的 我爸爸年輕的時候用這本書 不追我媽媽 然後裡面有一段話他這樣子講 他說一個人如果只愛另外某一個人 對於其他人類同胞莫不關心 那他的愛就只是一種共生結合式的依戀 或者是一種擴大的自私而已 我們如果只愛另外一個人 只愛好愛好愛的那個人 然後我們都不關心其他所有的人 那充其量我們這個就只是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自私 多愛了一個人而已 可是上帝不是這樣子的 耶穌也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將上帝賞賜給我們的愛實踐出來 從我們身邊的兄弟姊妹開始 去愛那個看了見接觸得到的兄弟姊妹 把上帝的愛傳出去 不是用嘴巴講講而已 不是頭腦想想而已 而是用實際的行動去愛人如己 而是用實際的行動去愛人如己 那在今天的週報裡面 是不是都有加一段更新 然後這一集的題目剛好就是就是聚愛 然後這一集的題目剛好就是就是聚愛 今天的功課就是在今天結束之前 在五月十一點五十九分之前 把這份更新送出去 那送出去之前你要先讀過一次 有時候我們送東西然後就不知道自己在送什麼 現在有點沒成績嘛 送出去之前先把這幾個故事 三個故事讀過一字 然後送出去 然後送出去 有可能中午去吃飯 然後結帳的時候你就可以拿給店員 就說這邊送給你 那因為你是客人 所以我們通常不會拒絕 你的帳牌其實還不錯 你敢去剪頭髮 然後鋪張的時候你也可以送給他 你敢去大買家大潤發 結帳的時候 其實結帳的時候都是還蠻好的機會 就送給店員 如果你還是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一個還蠻太秀的人 不太敢跟人家傳到然後送進很害羞 有點就是 但其實是真的很害羞 如果你不太敢直接跟人家傳呼音的話 丟在 有放在你們鄰居的信箱裡面 就折起來然後就放進去夾在那裡 你也不用說話 或是你可以用可以在這個空格的地方寫成 就要上帝 歡迎來到永惠教會 就放在那裡就好了 他會不會看到我們不知道 這份更新對他的生命會產生什麼樣子的影響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上帝 可是 我們踏出去了 我們去做了 真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小小的種子 不一定明天就會發芽 我一定下個禮拜就會發芽 但是只要我們繼續做 每個禮拜也就把這個當作一個功課 我就把這份更新看完之後 我們都拿去送給 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可以 有一天也許 上帝就灌溉了 上帝就讓他發芽了 然後他就因為 我們的小小的一個舉動 因為這樣來認識到上帝 我們就把這樣子的愛傳揚出去了 大家覺得這個功課好嗎 好 那今天在今天結束之前 就是今日是要今日弊 那今天結束之前 把這個功課做好 下個禮拜也繼續 我剛說我們那個十三個人的小房企 受了傷 然後彼此不信任 然後後來隔了幾個月之後 其實他們都快要離開了 因為他們一直來五個月 然後在差不多第三個月 第四個月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 我就突然靈機一動 我就邀請大家說 為什麼我們來寫小幾條 然後一點片條子 我說那我們來寫小幾條 寫什麼 把你沒有辦法面對面 跟對方講的事情 就寫在那個幾條上面 然後折起來 最上面寫名字 然後丟在桌子上面 大家要離開之前 就去桌子那裡看看說 欸有沒有寫著 我的名字的小幾條 然後本來他以為 大概一人一張就夠快 一直有人來要那個幾條 一直寫一寫 那一天我收到了三張 然後其中有一張是 說我偏心的那個學員寫給我的 其實我不是故意 我沒有耍心計算 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 然後揮出去跟他的關係 只是就那天真的靈機一動 覺得我們團體 需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收到他的紙條 會有打開的時候真的是 很害怕 讀的時候也是覺得 因為他那個人是還滿 他在道歉之前 他會先把事情原委 再講一次 然後但是還是從他的角度 再講這件事情 可是他踏出了那一步 他希望可以修補這段關係 希望我們這個團體 可以繼續好好的一起生活下去 所以他寫給我了 然後那幾天也一直在想說 那怎麼辦怎麼辦 應該要回信 應該要 可是要怎麼辦 然後再隔幾天 我又想到就說 那我們再來做一次同樣的事情 就大家再寫小指教 然後一樣是 不是直接拿給對方的 對 還是放在桌上 然後你自己去拿 然後我就回信 就這樣回信給他 然後跟他說 對我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平行 只是那天真的 我有事情 所以我沒有辦法直接帶你去 然後我不是故意的 然後我也知道你不是故意要指責我 那我也很希望我們這個團體 可以大家很好 然後鼻子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 我那時候好像也沒有做什麼 就只是他寫張紙牌 就我寫張紙牌給他 可是就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這個誤會就化解開來 然後那個氣氛就整個不一樣了 本來是每天 要見到他之前 就會覺得心情沉重 今天好想把你做個病好了 可是 因為把話講開了 然後彼此接納彼此饒恕 重新找回了原本的愛 然後重新又成為了愛的團體 剛剛也有跟你的夥伴分享說 你最愛的人 在什麼樣子的狀況之下 傷害過你 這一個禮拜 這麼多一個功課 請你為你的母案禱告 不管他現在是不是已經覺得 那件事情已經被一笑之之了 但是還是為他禱告 因為他曾經受傷過 他曾經那樣子難過過 為了他能夠跟他很愛的那一個人 恢復一個沒有懼怕的愛的關係 繼續保持沒有懼怕的愛的關係 為了這件事情來禱告 所以除了發真心之外 還要為你的夥伴禱告 願上帝用無比的愛來感動我們 讓我們不再恐懼 也學習去放下我們自私自立的想法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 認真的去看見其他的人的需要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是只有用嘴巴講講 不是只有瘋好想想 而是用我們實際的行動去害對方 然後現在我們要來唱回應詩 謝謝玉君反道 他選的這首詩真的是 跟我想要表達的東西 就還蠻切合的 所以等一下唱這首歌的時候 把它當做一個禱告 把它當做一個恨求 你如果覺得你的生命當作有什麼枷鎖 如果你覺得你有背了什麼重擔 你跟你所愛的人之間有什麼界定 求上帝用祂的愛跟恩典 來感化 來感動我們 讓我們不再感到害怕 讓我們在上帝的愛中 去真正的感受到祂的恩典 你真正的心 你真正的心 相互在你眼前 他愛我心願 是我看見 你感了你心 你受生命活水 祝你而來 你溫柔千輩 我的分點 你盡量在乎我 我的分點 你忘卻為我 我能分點 你一尊為榮 要為我分點 我的醉 你充滿讚美 我去 我所有擦鎖 你一過去 我所有擦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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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頂為 你的民意 對這所有擦鎖 我的分點 你竟然愛我 我的分點 你抱歉為我 我的分點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冠天 我的嘴 必须满赞美 我的天天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冠天 我的嘴 必须满赞美 今天上帝们感谢你 你真诚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你在生活当中真的会感受到害怕恐惧 我们会不知道要怎样走下去 但是你始终从头到尾 你都是这样子的爱我们 在我们难过的时候 在我们落到低谷的时候 你依然爱我们 是你的爱与恩典与平安 可以帮我们走过那些幽暗黑谷的过程 的那些日子 但是求你继续陪伴我们 也陪伴刚刚跟我们分享 他们生命故事的伙伴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收藏过 我们都被拒绝过 我们都被看不起过 我们都被轻蔑过 那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们没有觉得要再经历一次 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是你让我们可以去学习饶恕的机会 或许不是这一刻我们就可以找出对方 或许下个礼拜我们也还不行 或许一年之后我们也还不行 但是求你把这样子的心 放在我们人的心里 让我们学心里去爱人如己 去爱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 去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去爱那些我们真的很爱的人 让我们带着所有这些伤痕 不管是已经复缘的或是还存在的伤口 一步一步的继续走下去 因为有你陪着我们 所以不会害怕 当我们觉得失落 当我们觉得难过 当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 走下去的时候 你都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牵着我们的手 站在我们旁边陪着我们一起走 祝你继续陪着我们 用你的温暖和爱 满有平安的爱 与我们同在 一直到永远 你这样子打告 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